云林陡南有民众找朋友到家裡頭烤肉 聲音太大遭到了別人檢舉 那麼民眾就懷疑說 是不是家住隔壁的一名男子報警 於是就衝到了對方家大罵 雙方因此爆發了衝突 過程當中還有人開車衝進人群 甚至是拿出了球棒跟辣椒水攻擊 明天前民眾烤肉 隱色轎車故意喘喇叭近距離下車 駕駛一下車就衝上前爆發推擠 尖叫的尖叫 嗆聲的嗆聲 叫駕駛接著從家裡拿出辣椒水攻擊 自家人手當其衝被撞倒在地 駕駛趕緊起身拿出辣椒水朝對方臉上狂噴 被撞倒在地的女子劝逐不了 乾脆坐在地上放聲尖叫 女子一叫在一旁的婦人 也跟著叫邊拍手恍惚 都衝突瞬間變成鬧劇 事發地點在雲林斗南 在家門前烤肉的郭先生 被檢舉聲音太吵 懷疑又是坐在隔壁的陳先生 打電話報警 一氣之下不但站在門口嗆聲 還揚言要拿到殺人 他們說什麼七點多有人報警 反正他們就說我老公一直報警 我老公八點多快九點就去上班了 對方在一百零九年的中秋節 烤肉的時候就被人家檢舉 妨礙案件太吵 他也怯怒於我 半星半夜的時候拿硬物 敲擊我家的牆壁 陳先生說當時在上班根本沒檢舉 交代了電話趕回家 發現對方拿出球棒 還揚冒家人 才會拿出辣椒水還擊 至於烤肉的郭先生 因為確診沒有回應 但雙方已經到醫院驗傷 不排除相互提告 借過這間雲林唱不得